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不那么严肃的话题吧 因为前一段时间啊 做了一期关于美国疫情的视频 引发了一些讨论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 源自于那个讨论 但是开始讲今天的话题之前啊 我想多说几句 为什么我要讲启蒙呢 为什么要把启蒙放在征天下之前来讲呢 就是我预料到了 当我开始讲征天下这一系列的视频的时候 它会引发一些讨论误解 甚至被扣帽子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讲征天下 讲的就是一个类似于沙盘推演的东西 那么沙盘推演最忌讳的就是假 最忌讳的就是想当然 最好的就是全真的 或者说尽量真的模拟出真实的状态 但是我也知道 以我的微博之力呢 讲一个启蒙是不太可能帮助所有的人启蒙的 我自己也经常是不明智的 是被忽悠的 我也只能是分享给大家我关于启蒙的建议和方法 那就是敢于明智 即启蒙 怎么明智啊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独行之 万事开头难啊 最难的就是这个博学 因为他确实没有捷径 很辛苦 如何博学啊 我在启蒙之前 我也已经做了铺垫 我说过 读万卷书啊 行万里路啊 朋友们 我可以说啊 我是十分用心的在设计我所讲的内容的顺序 和讲到什么程度的 我认为我是非常用心的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做了一件事啊 我就希望把它做好 我希望我做的事呢 是那种润物细乌生的 那种滋养的雨水 我不希望我做的事情 我的言论是庞泊大雨 因为庞泊大雨带来的不是 滋润是伤害 是洪水泛滥 所以如果还是为一些朋友带来了伤害的话 我只能说我很遗憾 因为华人我们这个族群 整体来看 我们目前确实是处在一个 自信与自卑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包括我在内 那这个自信与自卑之间的状态 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敏感 所以我也很遗憾 也很无奈 我们必须走出这个阶段 必须走出去 必须走出去 那么就以我的这个 争天下的第一期视频为例吧 它引发的讨论啊 我觉得有一部分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帮大家看看 大家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但是在举例子之前 我还是要坚持说 博学是很重要的 不要以为知识是不重要的 更不要以为 人是豁然开朗 是顿悟的 顿悟的背后是长久的修行 没有长久的修行 是不可能顿悟的 而这个长久的修行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包括如果你们真正的 接触过佛教的那些 大僧人 你也会知道 他们的修行就是学习 就是学习 好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你让我想想 第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就说魏忠贤啊 他有一个手下向他报告 说有人骂了你 魏忠贤问他 那骂我什么了呀 这个手下就给魏忠贤 服输了一次 那魏忠贤说 那行了 那他骂了我 他该死 你又说了一遍 把你也杀了吧 这是一个故事 大家自己去想 第二个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个真事 就是我有一次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问我呢 我想想应该就是在 应该就是在今年 去年 去年的时候 去年底 今年初吧 就是疫情前后 他问我 他说美国移民政策 现在怎么样 我给他解释了 而且我是非常直接的 把这个相关的规定 官方的规定呢 转发给他 我也把当时媒体报道的一些公开的信息 也发给他了 结果他非常不满意 他不高兴 他指责我 他觉得是我搞错了 他认为我发给他的东西是假的 是错的 好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只能让他自己去确认吧 在他确认了我没有搞错之后呢 他还是不高兴 他跟我说 他说我一定是漏了什么 我看的是片面的 我也没有话说 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 我是不是遗漏了 这个东西很难证伪 好 那我说 那你自己找一找吧 那既然你这么讲了 我是不能保证我说的信息就是完全是全面的 但是我能保证我说的信息是真实的 好 他去找了 过了一段时间啊 他还是没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为什么说我遗漏了 他想找到他需要的答案 可我给的信息里没有他需要的答案 所以他认为一定存在他需要的那个答案 那你就找吧 找不到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 确实我没有遗漏什么信息 他也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答案 但是 有意思的是啊 他没有感谢我 而且还是对我发脾气 当然了 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他为什么还是对我发脾气啊 因为他说 他说我赞成这些规定 因为这些规定对他移民不利嘛 所以他说我赞成这些规定 我支持这些规定 我是错的 而且我把这些东西发给他呢 让他非常郁闷 不舒服 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人都焦虑了 嗯 大家听听 是不是觉得这些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常发生的呀 但是我这个朋友他忘了啊 我之所以告诉他这些信息不是因为我支持或者反对这些规定 而是因为这些信息是事实 而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事实啊 是因为他想知道事实 朋友们 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例子 大家感觉到什么没有 大家有没有有点 嗯 心里面有点启发的感觉 尤其在这里在征天下那个视频里面 跟我讨论了很多的朋友 你能不能从我举的例子 讲的故事当中 去反思到什么对你有益的东西呢 我希望如此啊 以前我提过孔子说君子啊 他应该具备两个素质 不二过 不迁路 此后呢 很多朋友都跟我在讨论这个不二过的问题 有在网上讨论的 有现实中讨论的 但是很少有人跟我讨论 不迁路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觉得不二过太难了 实际上 不迁路也非常难啊 朋友们 为什么不迁路非常难啊 因为不迁路 他需要一个人是明智的 只有明智的人 才能分得清事实和观点的区别 才能看得到问题的本质 他才是一个启蒙了的人 对吗 朋友们 那关于上一期征天下视频引发的讨论意义 我想我说这么多足够了 以后这种意义会越来越多 因为以后我会带大家 越来越深入的 走进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去 尤其是你们感兴趣的 那些平常看起来高高在上的 政权层面的 国家层面的 真实的世界里面去 我早就说过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砍政治 他砍的是什么 他砍的是一种细说 那个离真实的政治是比较远的 虽然他能折射出真实政治的一点端倪 但他不是真实的政治 这就好像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可以掉血 死人之后可以重来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现实的战斗当中 人受伤了不是掉血那么简单的 人死了也是不可能从来的 这就是互联网造成的我们的虚拟感 和现实给我们的残酷感 中间很大的一个差异 我希望带大家 能够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我不敢说 带大家能够完全回到真实世界 但我希望带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 开始今天的话题 基于朋友们对美国疫情现状那期 就是宁死不改 宁死不改那期视频的讨论 我想今天与大家沟通两个话题 实际上就是 自由和安全的话题 那么我把它副标题叫 一个口罩引发的政治学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引发 而且确实在引发了 整个的政治学 政治学者们在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件事情会改变 未来的西方制度的某些走向 而且这种改变 我可以断定 是一种回归 向保守的回归 而不是向更自由的进步 如果大家认为自由是进步的话 那么主要口罩引发了 哪两个问题呢 一个是目前美国政府 是否有必要有权力 强制要求全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个人是否有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的自由的问题 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啊 抱歉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政治学里面呢 我们就必须回到历史当中去追根溯源 在西方哲学的源头 我们可以追溯到呢 就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 普遍我们认为啊 那个年代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 就像中国的思想源头 我们通常会追溯到先秦时期一样 孔子 老子 孟子 庄子 那之前的人类 他不是说没有文化啊 就在亚里士多德之前 在孔子之前 不是说没有文明 没有文化 有 但是更多的是基于神学的神学文化 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认为的人文文化 更没有科学 而且关键的是 他不成体系 所以直到前面那几位大师级人物出现啊 我们人类啊 就或者说各个文明才有了现在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起源 或者始源 那么人们将那个时代呢 称为轴心时代 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 和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开创人 包括化学物理啊什么的 他是 他是一个博学之人 其实孔子也是 只是我们没有继承下来 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这个继承问题了 就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先秦时期 他达到了顶峰之后呢 他没有进一步的演化 没有进一步的演进 直到目前为止 基本还是我们这个文明啊 自有文化 基本还是在古人的体系内打转呢 很少有突破和升级 你们能告诉我现代的 或者说过去几百年 有哪一个大师级人物 能跟孔子孟子去比吗 不能 王阳明不能 他还是在这个范畴内 朱熹不能 更不能了 他也是在这个范畴内 没有 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 西方哲学 他确实是有升级的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呢 他们是有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大师涌现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 关键的升级啊 或者说关键的这种演进呢 至少他有一次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词启蒙 就是启蒙运动 那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啊 我认为就是康德 我们前两天讲的启蒙这个词 和他的定义 其实就是康德提出来的 因此西方哲学 他以康德为界限 分了两个阶段 康德以前就叫前康德时期 康德以后就叫后康德时期 康德这个人 他也成了西方 能够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并肩的这么三个哲学巨人 中国没有 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没有一个后起之秀 就是在 康德是17世纪吧 17世纪左右 18世纪的人 17世纪左右的人 那么我们在17世纪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人吗 没有 没有一个可以跟孔子孟子老子兵肩的人 而西方这样的人 除了康德 其实我们还能列举出来很多 只是康德是最有代表性 而且是最有界限性的这么一个人物 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同样在政治学上 那西方政治学的起源 我很早就讲过 在讲幸福的时候 在最初讲论顶的时候 就讲过亚里士多德 他也是西方政治学的鼻祖 但是西方的政治学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 他经历的眼镜和升级 可不止一次 那是比哲学所经历的升级和眼镜 要多得多的 因为哲学是一个形而上的学科 他的眼镜升级 本来就不应该很多 他就是慢的 而政治学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数 它是个研究现实的学科 所以他的眼镜和升级 他必然是要多 如果他的眼镜和身体不多 只能证明你这个社会一直处在静态 没有变化 那么我们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现代的所有的几乎的 现代我们看到 所有的这种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起源 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欧洲 对吗 包括中国宣称的这个叫社会主义制度 它也不是中国的 它是西方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有一个共识 就是现代政治文明 就是西方创造的呢 或者西方设计出来的呢 或者说我们退一步说 它至少是起源于西方的 对吗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达成这个共识的话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讨论 那么为什么要达成这个共识呢 因为如果我们要也在政治学这个领域 找到一个类似于康德那样的一个 可以划分时代的 划分代际的巨人的话 那这个人他一定是托马斯霍布斯 就是我们说的霍布斯 因为我们今天习以为常 所谈论的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 是霍布斯定义的 什么意思 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自由 是他定义的 那么什么是现代政治 现代政治上的基本 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呢 就是国家是什么 是霍布斯定义的 对吗 虽然这些定义啊 从霍布斯开始 他也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 前前后后吧 差不了多少年 虽然这些定义啊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有很多的修正和演进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质的改变 而且呢 我想 常常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吧 就是说 他这些定义 到目前为止 没有经过质的修正和演进 是因为啊 没有遇到过 可以使他进行制的 推制的修正和演进的社会变革出现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全球化呢 已经很明显的使得 我们明显的能看到 使得这些制度 它不适用了 就是黎伟所说的 回不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颠覆原有认知的时代 人类的政治文明啊 在科技的带动下 它是被动的 要进入下一次迭代了 那这肯定是一个 这就是题外话了 这肯定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就是提到霍布斯啊 我就想到了 我们这个年代一定会有大师辈出 包括在中国 但是大家请一定记住 中国也有句古话 叫乱世出英雄 所以这同样意味着 世界啊 要经历一定程度的混乱了 好 我们这个不说题外话了 再说回来霍布斯 那我们今天就从霍布斯谈起啊 看看这个自由是什么 谈谈咱们这个疫情下不戴口罩 是不是一种自由 甚至它是不是一种 某些人说的高尚的自由啊 霍布斯有两部著作 他的著作有个特点 带图 而且图不是瞎选的 都是非常巧妙的设计绘画出来的图 那么其中一部著作呢 叫论功名 这个图就是论功名这本书的封面 图的上部呢 描述的是这个天堂 太大了 被我切掉了 它代表的是宗教 那它的寓意呢 是这个世界啊 它是要在宗教的笼罩之下的 那么它的下半部分代表的是现实世界 我们今天只看啊 它代表现实世界的这下半部分 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就在这个图的左边啊 就是 我看看应该说我们面向图的右边 我们面向图的这个右边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个土著啊 不知道是哪的土著 反正是个土著的形象啊 那么它下面呢 有一个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绝对自由 也有人说它是自然自由 也有人说它是真正自由 现在我们通常说自由 但它的意思 本意是绝对自由 那么我们面向图的左边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正义女神的像 那么这个正义女神啊 它下面呢 也有一个拉丁文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叫服从统治 或者说叫服从管制 我们看看 绝对自由的这个土著人身后 是什么世界 绝对自由的土著人身后 是一群赤身裸体的 恐慌焦虑的 正在相互杀戮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它代表的是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绝对自由的世界里面 那么你就是这种场景 那么我们再看看 代表着这个 代表着这个服从统治啊 或者说服从管制的 这个正义女神 她身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我这看的有点看不清啊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她背后的这个世界啊 是一群农民衣着得体的 在有序的进行集体劳动 还有城市 还有道路 这个图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搜 就搜公民论的封面 你一定会搜出来的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啊 相对于绝对自由带来的恐惧 野蛮贫穷和杀戮 那么如果你想过安全幸福富足的生活 那服从统治就是必须的啊 服从统治就是必须的 但这里的意思啊 他不是说统治一定是好的 相反 霍布斯的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就是在于他先确定了统治的必要性 然后才去探讨什么是好的统治 什么是坏的统治 也就是霍布斯认为 没有统治 这些东西没有谈的意义 没有统治 其实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没有统治 人类不可能存续 那么既然人的安全 人群的安全 幸福啊 富足啊 都需要统治 那什么是统治呢 朋友们 这我们就要进入到霍布斯的另一部巨著当中了 这部巨著就是我说的 为他奠定了在西方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奠基人 这个位置的一本书 叫利维泰 因为霍布斯通过这本书啊 他定义了什么叫国家 也定义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本书他也有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也是太大了 但是我把这个封面呢 结成了两部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面向 面向屏幕啊 左手边的这个是这个封面的图的下半部分 右手边的是这个图的上 抱歉 我看屏幕黄的眼花 面向屏幕左手边的这个图 是本来圆图的上半部分 而右边的是他的下半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看他的上半部分 大家从这个图上能看到什么呢 嗯 能看到一个国王 但是这个国王不是一个人 国王是由一群人组成的 下面呢 能看到一个城市 这个国王在干什么 在保护这个城市 他拥有什么 武力 是剑 权力 是权杖 大家还能看到什么 据说霍布斯生活的那个年代呢 不是据说了 历史是说 霍布斯生活的那个年代 就是一个瘟疫和战乱 泛滥的年代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 下边这个城市 就是一个被封闭的城市 为什么被封闭 瘟疫 他通过国王有权力封闭 一个瘟疫的城市 来表达两重意思 一个是统治者的权力 一个是统治者的义务 什么义务 保护人民的安全 所以啊 我看了之后还挺感慨的 也算是一种 讽刺吧 我想霍布斯当年 应该不会想到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或许他想到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通过霍布斯的这本书呢 我们起码可以知道 他所想表达的 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起码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 如果人类不想走向 自我毁灭的情况 如果人类不想自我毁灭的话 那你必须要有国家 霍布斯他有一句经典名言 这句话我想 大家可能也都有印象 他就是说 绝对的自由 那就是人群与人群的战争 绝对的自由 就是圣经上说的 一群人 起来攻打另一群人 最终人类就毁灭了 第二点呢 他说国家首要的责任 是保护人民的安全 第三点 真正的自由 只能在国家里实现 这个自由呢 是你天然就有的 他承认 就是你与生俱来的 我们从第一张图里 这个公民论里就能看出来 但是行使这个自由 是需要国家这个前提的 一方面呢 人通过向国家出让一定的主权 或者 怎么讲呢 就是你向国家出让你一部分的自由吧 换取国家 为我们带来安全 另一方面啊 人通过向国家出让你一定的主权 或者自由 其实也是向社区的其他个体 间接的出让了你的主权和自由 但是区别是 你与你所在社区的其他个体呢 是共享这部分 所有人出让出来的主权和自由 这个关键点实在于共享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社会啊 第三呢 国家不是君主一个人的 国家是一个众人组成的统治系统 就是在他这个图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 这个国王的身体 是由无数个小小的人组成的 所以霍布斯当年 既被教会追杀 也被国王追杀 挺惨的 那么第四点呢 在他的这个援助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 他认为国家的首要责任 就是保护人民的安全 而霍布斯认为 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国家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我打了个差 为什么打了个差 因为他显然已经不符合 现代的政治伦理 而且他显然已经 又再次的被演进 被进步了 这就是我觉得西方 比我们中国做的要好的一方面 他们的这些哲学啊 这些很底层的 很基础的 很重要的理论 一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有没有 像我讲的 征天下那期里面 后面我有一个评论 我说习近平呢 想自己造一个最先进的东西 能不能造得出来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说 有一个判断不说 而是真的就是 不知道 那么这个第四条 在现代文明当中不适用了 但是它在现代文明当中 表现成什么模式呢 或者说它演进成了一种 什么状态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国家权利与人民自由的关系 在现代政治伦理中 是什么样的 第一 国家要求人民释放自由的前提 是国家有义务给出理由 并说服人民 如果国家不能说服人民 而强加剥夺人民的自由 那就说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默契 破裂了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政权不具备合法性 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不民主 你当国家领导人 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呀 你没有让我表态呀 所以呢 用现代政治文明的伦理来看 它就没有合法性 那民主国家的总统 为什么川普这么烂 他还是一个合法总统呢 因为这是人民选出来的 是你选的 你选了一个烂人 你就不能怪他烂了 他是合法的 合法的总统 他有合法性 国家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代指统治者 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机器 强调的是 是不是国王 是组成国王的那些小人 就是一批人 一个系统 一个体系 那第二点 如果显而易见 国家的决定是正确的 但是国家不能说服人民 那就说明国家的能力失效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 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了 就是说 你说的话 老百姓不听了 你的决定呢 有可能你想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但你推动不下去 那你就是无能嘛 无能我们也经常见到 比如说在美国经常被说成无能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民的这种福利问题嘛 就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嘛 对吗 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服人们 但是全民福利这个事情 基础福利这个事情 显而易见 它是正确的 那些认为基础福利不正确的人 要么他根本就不生活在美国 要么他就是生活在美国 但是他根本就 就是在说着违心的话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 他不懂什么是全民福利 他把全民福利简单的等同于奥巴马健保了 他把全民福利简单的等同于交税了 不是一回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算政府不给全民福利 政府也不会少收你的税 这个话题以后我们讲资本主义的时候争取讲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慢慢来 那么第三点 如果一个国家 他没有及时发现风险 就是他连风险都没有发现 他没有向人民发起议题 告知人民说 你要出让自由换取安全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跟人民说 我们已经有风险了 咱商量商量怎么办 从而导致人民的安全受害了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种失能状态 他就不是简单的无能了 他没有进到国家与人民的基本契约 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安全 那这样的政府 它是一种不作为的政府 那么这呢 有可能使原本具备合法性的政府呢 丧失合法性 我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慈禧 我记得我是举过慈禧的例子 说大清朝亡了 谁是第一责任人呢 不是八国联军 不是革命党 而是你慈禧 就像我今天在留言中说 秦王六国 你不能怪秦国 为什么 你统治者 你没有做好 你怪秦国没有用 秦国做的对和错 那是秦国的问题 你自己做的对和错 是你自己的问题 有人反驳我 用了一个说 强奸犯的例子 就是穿的少 怪穿的少 这是两回事 朋友 你根本没有看懂我举的例子 或者说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政治伦理 如果一个人 你没有能力 你去管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倒闭了 你去怪谁呢 你怪市场竞争太激烈 问题是市场竞争激烈 是个现实 是个事实 而这条路上 出现强奸犯 它不是个必然的事实 它是个偶发事件 一个国家面临安全威胁 这是个常态 懂吗 运营一个国家 使一个国家避免受到安全的威胁 这是统治者 这是政府的基本道德 基本道德 那么同样 今天美国疫情的最大责任人 毫无疑问的 就是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 无论他找出什么什么理由来 作为美国人 是不可能给他开脱的 他的支持者开脱的理由 也不是把他怪到中国人头上 川普把这个东西怪到中国人头上 实际上是连他的支持者都难以说服的 他的支持者 给他找的理由 大家可能都不一定听到过 我听到过 什么理由 说新冠状病毒是阴谋论 不存在 说死的人都是假的 假数据 没死人 为什么 因为哪怕你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我们就说珍珠港吧 日本人空袭珍珠港 不是罗斯福的责任吗 怪日本人有用吗 你作为一个总统 为什么没有做好国防预案呢 911不是不实的责任吗 不实没有责任吗 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是不是有责任了 我们就要把人给废掉 把统治者给废掉 这要看程度 这也是个协商的过程 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 能够容许 或者说能够有给统治者犯错的冗余 因为你犯错了 过几年我把你选下去了吗 所以他不至于导致那种逼宫 但是在非民主国家 一旦统治者犯了这样的大错 他是没有冗余的 他一定会导致 人民跟国家的矛盾的激化 最终导致一种逼宫 也就是如果说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方老以前提过 很多人不理解 就如果这次中国的疫情 死像美国这么多比例的人 美国死了多少人 死了二十多万 如果中国死了一百万人 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 能承受得了这个代价 其中的逻辑 其中的原因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们自己去思考 你们自己去思考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 最主要的是我想跟大家讲 政府国家的权力 和人民自由之间的关系 国家它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这个是我要讲的 那我们说完了 这个国家与人民之间的 自由的关系 我们再来谈一谈 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 限度的问题 就是你有多大的自由 相对于我 你有多大的自由 还是由于戴口罩 这个事引发的 因为有人支持戴 有人支持不戴 我觉得这个事 两句话就够了 我想想 两句话够了 自由它有积极自由 有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是你有争取某项权利的自由 消极自由 是你有免于被迫 做某个事的自由 比如吸烟 你想吸烟 这是你的积极自由 不吸二手烟 是我的消极自由 所以在公共场所 不允许吸二手烟 是保护别人的消极自由 但是在公共场所 不能吸二手烟 这个在大部分的 现代国家 它是法律 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我非常的遗憾 今天我们还需要 去讨论这两个问题 就是国家权利的 与人民之间的自由的关系 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我这个遗憾 不是由于我们华人导致的 我就是为美国感到遗憾 感到惋惜 坦率地讲 美国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 它所呈现出的状态 是一种集体的反制现象 那么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可能有一些华人朋友 他出于对 对中国政府的反感 他认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认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伟大的 很遗憾 我不是站在那个角度 思考问题的 因为对我来说 美国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我的角度跟你不一样 我看的东西跟你不一样 你看的是理想 理想 我看的是现实 美国人自己怎么讲 美国人自己讲 就通过疫情这件事情 折射出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美国社会的割裂有多严重 第二个问题 你们想得到吗 第二个问题是 美国的教育有多失败 全民教育有多失败 功利教育有多失败 居然让一个社会 这么多的人 没有最基本的科学素养 和科学常识 这是美国社会 我身边的美国人 我们在讨论的问题 而不是那些 看戏一样 看美国的朋友们 所思考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小看了 美国在这次疫情当中 表现出戴口罩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 其他国家的一个 战略分析人员的话 我想我也会得出 跟美国人自己得出的 同样的结论 因为这个太显而易见了 这说明 美国国民的素质 在下降 这说明 美国国家族群之间的分裂 在加剧 我知道 我今天讲完这个话 有些朋友又要不爽了 如果你不爽的话 请你去听听 我开头讲的故事 魏忠贤的故事 和真实的经历 讲到最后 我们看看这张 让我每次看了都 心情很压抑的 那个数字 关于在美国已经有 超过25万人死亡 1200万人感染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权利要求 公民强制戴口罩 或者封城的问题 和关于今天我们说的 个人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在公开场合不戴口罩的自由的问题 我讲完了 你得出什么样的答案 就说明你在政治光谱上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也会折射出 你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的 如何看待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的 我想强调的是 答案不见得有对错 但是这个答案一定有代价 我只是希望 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不只是考虑对错 更要考虑代价 谢谢大家 愿上帝给你智慧 让你知道该怎样选择 谢谢